桃園市在109年底到110年初遇到了百年大旱 十门水库蓄水率一度值剩下7% 市府紧急启动抗旱对策成功挺过了旱情 而津发局将这一段抗旱经历卸入专输 286天迎战百年大旱 留下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录 我们当时因为预警到这个情况 影片中市长娓娓道出109年底桃園面临到的百年大旱 109年9月开始桃園连续9个月没有下雨 隔年5月十门水库蓄水率仅剩7.66% 创下百年新低 市府超前部署启动抗旱工作 每周与各单位召开会议严拟抗旱对策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其实市长几乎34次的会议里面 应该至少有34都是亲自主持 而是从头到尾来主持 那相关的策略 相关局处的策略 他都是这一次提出来 下一次他就要验收成功 单气抗旱过程 水理署分数长黄鸿府历历在目 民生农业工业用水冲击接踵而来 还好透过中央北水南调 地方启动地下水 皮膛水等备用水源 才顺利挺过缺水危机 市府将这段抗旱经验汇整成专书 286天应战百年大旱 分享抗旱经验 那调度备源节水 各种方案都要用 未来我们的气候变迁的挑战是很大的 我们希望未来朝向永续农业 以及绿色生产 还有节水科技 几个方面的发展 未来桃园将推动再生水计划 加长水源调度及开发 让供水更加稳定 成为防灾日性城市